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列席被寻 首先介绍今日出席之委员 现场有柯智恩委员 苏巧慧委员 张廖万坚委员 好 接下来介绍列席科技部之官员 首先介绍科技部部长杨宏之官员 公敦阳部长 政务次长蔡明琦 政务次长邱正健 常务次长陈德馨 主任秘书赵锦莲 综合规划师师长叶志成 前瞻及应用科技师师长陈中全 产学及原区业务师师长邱求慧 自然科学及永续研究发展师师长陈宇高 工程技术研究发展师师长廖婉君 生命科学研究发展师师长蔡绍正 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师师师长洪世章 科教发展及国际合作师师长周世杰 主记处处长黄文基 人事处处长林素安 秘书处处长陈景松 资讯处副处长何生龙 政风处处长陈康生 法规会执行秘书彭丽春 建筑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局长杜启祥 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局长王永壮 副局长陈明黄 中科 中科有两位副局长施文芳副局长 谢谢 南部科学园区林威城局长 副局长肃正网 刚 上面写错了 上面写错了 副局长何敬昌 谢谢 国家扎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陈鸿宇 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主任果尚志 国家实验研究院院长罗清华 副院长王作台 行政院国家资通安全汇报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刘培文 第二期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执行长杨敬棠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中将 谢谢 跨国计划主持人韩国张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好 我们现在请科技部杨部长进行口头报告十分钟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5月20日蔡总统就任行政院林院长带领行政内阁真实上任 宏敦寿命担任科技部长深感责任重大 今日谢谢委员的邀请 得前来报告未来施政方向 非常感谢各位委员一直以来 对我的科研发展的重视与支持 以及对于本部各项市政之指导 让本部各项市政业务能顺利推动 在此请代表科技部表达感谢之意 为激发新的成长动能带动社会和经济成功转型 科技部将建立研究的社会责任 用学术研究的基础能量 以科技研发作为驱动核心 支援新兴产业关键技术 并开创未来前瞻原创技术 加速创新引擎 让研发成果更具体应用在产业社会及民生福祉上 有关本部上半年各项推动业务 请各位委员参考书面报告 以下警救本部未来市政方向做说明 以跃升科研竞争力推动科研4.5 我个科研从早期约1980年前后 为鼓励学术研究研究计划重宽审查 盖称科研1.0 在1990年代随着研究主持人计划组成 建真審查标准随之改变 强调 须有论文发表 盖称科研2.0 现在2016年代本部将进一步推动 对台湾经济发展 跟社会福祉有贡献的科技创新研究 增进创新产业动能 我该称之为科研4.5 也就是取取创新的基础研究 驱动新创企业的模式 并回应国家经济发展 社会福祉和社会安全的期待 并持续优化研究主题的选择 研究计划的申请 审查以管考机制 2.面对社会问题 规划推动解决方案 针对台湾当前面临的社会重大问题 如少直理化、高龄社会、 产业转型、气候变迁、 灾害频传、新兴感染病、 资讯安全、 原住民文化保存等议题 结合各部会共同规划 推动有创新挑战 及使用价值的专案研究计划 引领学者探讨社会问题 并协助政府寻找解决方案 同时兼顾科学创新突破 和科技实际应用 来扩大学术研究的贡献 使学术研究的基础能量 不但可以驱动前专创新技术 也带领产业、社会、民生福祉 向上发展 三、创新研发、资源、新创产业 面对全球大环境的不断改变 我们需要选择聚焦、强化 并放大台湾具有科技容量 以优势加速创新科技研究 扩散学研成果为产业所用 以资源新创产业成长 尤其对于绿能、生剧医药、智慧机械 及国防产业等 藉由串联上游学研及下游产业间的能量 强化国际连结 善用科学研区的场域 连结在地 建立完善产业聚落 驱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促进科技产业发展 透过全方位的转型与驱动 带动国内下一波经济成长 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保有优势 同时发展一个寻找未来需求及挑战课题的机制 导入科技前瞻规划 掌握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 并透过推动前瞻产业科技探旋团队计划 鼓励年轻优秀人员 组成跨领域团队探索未来的关键原创技术 以研发创造满足未来需求这产品 及新服务的雏形为目标 促使台湾具有创造未来新产业 及原创科技的能耐 创造以创新为原动力的经济发展 是研修法规营造有利研发环境 为建构产学员合作创新之伙伴关系 加速学员成果的转化以创造新产业 必须提供研究人员一个友善创业 及公平合理限制的法规环境 以提高研究人员将研发成果 所商业化的意愿及诱因加速 产生新创产业 一 检讨研修科学技术基本法 中关于科研成果运用之相关规定 二 盘点并研议修正 政府科技科学技术研发成果 归属于运用办法 利益回避等相关规定 及配套措施 三 完备科研采购之友善法规环境 并具弹性及合理性 以利产学研合作研发 五 透展国际网络 善用气谷创业环境 一 连结优先推动领域 迈入多边形开放式运作架构 配合五大创新研发计划 使人才与国际舞台可以充分发挥 建议培育我国优秀人才 之国际观及国际级研究水准 二 配合新南向政策 推动南海国际研究中心的成立 用我国优势的科学能量 引领区域的环境与灾访研究 加强与东穴国家的科技合作关系 并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APEC的活动 将科技网络进而转化为 经济合作的动力 三 配合亚洲矽谷计划 辅导新创团队以矽谷接轨 并与民间与政府共同出资 透过创投专业衰前投资 具权力之新创团队 策略性引进矽谷创业资源与技术 协助新创团队与台湾建立研发及生产基地 另藉由早期投资引进矽谷新创团队来台 以台湾企业研发合作 使我国生产供应链 人才技术及资金与矽谷连结 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六 配合产业政策 形述新特色团队 连绝苍兴产业 美国矽谷及科学团队 使科学团队成为国际型创新企业的培育场域 并正对产业价值升级及新创事业发展形态 研议修订科学园区设置管理条例等相关法令及机制 以配合创新研发计划吸引新创企业进驻 与立农产业整合产学园之研发能量 以南科进行全参捷径能源技术研发测试 认证并导入资源区绿色能源及结农减碳厂商 形成低碳生活圈与再生能源居落相结合的示范园区 二 生技产业 新竹生育园区将建置二级标准厂房 台大生育园区分院一级将于年底施工完成后 可提供临床转业研究 将提高高阶衣材的研究研发及生物制剂的发展 另推动南部智慧生育产业剧落计划 透过产学资源链接强化剧落成效 扩大投资创新能量 协助取得医材相关认证 吸引医材厂商进驻 促使南科高雄园区成为医疗器材 以设备之研发制造园区 三 智慧继续产业 推动高科技产业设备技术 既智能化研发计划 迅速中科智慧机械创新研发聚落 结合前专制造需求 推动智慧服务机器人 精密医疗器械加工 以及智慧通讯产业设备等 四 亚洲矽谷 为吸引新创团队进驻 三个科学园区积极提供 所需资源及辅导措施 媒合创投及天使基金 协助新创团队成长茁壮 进而成为科学园区 创新转型的力量 七 以共享精神 发挥资源最大效益 政府长期在各部会法人 及学员机构投资设备 如本部主管法人 国家实验研究院各研究中心 及图部副设计研究中心 所设置之研究设施 在基业资源更想的理念下 将透过跨域 跨界 及跨部会合作之设备 服务分享交换平台 整合研究设施资源 提供全国研究人员及 产业界共同使用 使各种研究设施得以妥善 管理及活化使用 让国家整体资源 做最有效率的运用 此外 本部主管法人 可依各中心之专业领域 选定重点大学 在计划共享 人员合并等方式进行合作 有效推动法人技术能量 协助大学教师 进行学术创新 八 升级灾访情资管理技术 强化我国抗灾能力 引进最近最新资讯科技 充分应用灾访巨量资料 网络社群灾害资讯 缩整 以物联网等数据来源 平之共享平台服务 行政法人国家 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业余建立灾害市井公开资料平台 对外提供市井资讯 以防灾及时辅助资料 此以防灾 救灾开放资料的服务 除了可以增进政府施政透明度 提升民众生活品质以外 也可以由产业加值后 产生新的效益 让灾防科技服务 可以更有广泛的外溢效果 九 召开全国科技会议 剥发未来科技发展 第十次全国科技 科学技术会议 亦计于105年第四季 将以迈向智慧低碳 健康社会为理念 剥发未来四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愿景 以促成经济发展 幸福安全及准备 基础研发环境 本部目前已初步规划 创新经济国民健康 社会安全 兼实人才培育机制 及建构完完善科技环境 五大议题主軸 科政学条各部会 参着立社科技 生技医药 亚洲矽谷 智慧机械 及国防产业等 五大创新产业发展政策 提出议题 规划草案 令本部议计于正式大会 集办前一个月 分别于南北各开 召开一场议备会议 以广纳产观学员各方意见 形成公式 共同提出 未来四年 我国科技计划 科技计划 发展蓝图 实决于 产业创新升级 及社会成长转型 需要科技研发投入 在有限资源下 本部将稳定基础研发金会 并致力将学术成果 加以活化运用 其人对社会与经济有正面效益 此外 将强化大学研发能量 以法人研究资源的合作 以共享经济的精神 跨域跨部会 促进在地 以国际资源整合 同时制造友善研发环境 加强国内养成 及国外研人科技人才 提升科技人才存量 并触动年轻世代 启动学术创新 发展新创产业 加速引导新的科技发展与方向 以上报告 恳请委员鼎力支持 并进入各位委员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部长的口头报告 现在进行巡答 每位出席委员 巡答时间10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 列席委员 巡答时间为8分钟 10点截止发言登记 委员如有临时提案 请于咨询结束前提出 处理临时提案时 若提案委员 及连署委员巡目在场 原理不予处理 首先请吴志阳委员咨询 主席又请杨部长 好 请杨部长 好 部长好 我想科技部 今天你是新任的第一次来备训 我每次都期许 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大国 我们在科技上面 一定要领先 不能老是做一个follower 一直在追随先进的国家 我讲我们台湾在资通讯的科技 应该在国际上 应该算前面几名吗 部长认同吗 资通讯 资通讯在我们国内资通讯在全世界 应该是基于领导地位 好 领导地位 那拜托把这个领导地位 深化 强化 让全世界人看得到 而且要让我们台湾的人民 能够受贿 实际受贿 你知道第一件事情 我请问部长 你有用LINE吗 有 那你平常用LINE 是跟哪些人沟通 我LINE非常非常 朋友很多 亲人很多 主要是亲人跟主管之间 你跟现在你的同仁之间 还是用LINE在联系吗 大部分 大部分 行政院不是已经决定 不要用LINE了吗 要用JUKER JUKER 对 这件事情 你科技部没有站在一个主导的立场 因为LINE这个软体 第一个 在张善政做院长的时代 他已经发现有问题 尤其是你们之间公务的通讯 因为他的主机 这些都掌控在韩国 是有秘密的问题 所以他才要工研院研发一个JUKER 所以之前已经在用了 520以后新的政府团队 曾经大家说为了工作效率 大家用LINE赶快来群组 群组化 结果马上就有资安的专家 提醒你们 不要忘记了 张善政已经知道说这个有问题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已经通令 部会之间 部会里面的公务的沟通 不要再用LINE了不是吗 有没有 我们是还没有收到讯息 但是已经鼓励我们用JUKER就是 用鼓励啊 部长 我跟你 有建议 有建议是吧 这是建议啊 那他是根据谁的建议来建议 难道不是科技部吗 部长我没有时间 我只是提醒你 这是国家之通讯 而且涉及安全 科技部应该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 应该是你搞清楚这些东西以后 建议行政院团队要用什么东西 而且我觉得 我们老是用Facebook 老是用LINE 其实心里不太高兴 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 我们号称资讯大国 为什么做不出一个 可以像世界 可以像全世界 发生影响力的通讯软体呢 我们怎么会做不出来呢 对不对 这个JUKER到底好不好用 如果好用 除了我们的公务体系该用以外 为什么不是我们把它推广到 全世界的人要用 然后资料都在我们台湾 还换他们在担心他们的资料 被我们收集住 对不对 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嘛 我们的资通讯科技很发达 在桃园揚梅的 你也知道中华电信研究院 现在已经升到研究院 光是那边有2000多个 2000多个 资通讯的博士在那边 让我们桃园的这个知识密度 突然提高很多 我很高兴 可是这2000个我们国家资通讯 为什么研发不出一个像样的这个通讯软体 让全世界来用我们 好不好 这个麻烦 非常谢谢吴委员的这个鼓励 我觉得你不要听别人的建议 好不好 不是行政院发赖给你说 要你改用JUKER 而是你建议行政院要用什么 谢谢 第二个 防灾的科技 这个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地方 昨天我们又经历一个7.2级的地震 防灾的科技 我觉得台湾因为这么多灾害 我们要想办法成为防灾科技的领先者 一方面 对我们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有更加一层的保护 另外一方面是台湾之光 全世界防灾要来跟我们台湾学 所以光是一个 从政府说要发布这个国家级的地震防灾警报以后 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进步呢 昨天我们一大堆立委都在议场 结果真正有收到警报的没有几个 好像比上次进步蛮多是吧 我跟你讲 你去调查所有的立委都在骂 还在骂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有收到的是柯智恩委员 结果我跟他一比我就气死了 他用3G的 他用3G的 他用远传的 我没有再帮他打广告 可是我用4G的 我用中华电信的 我还用国产的HTC手机 你这样还收不到 这样还收不到 我上次没收 这次有收到 那是你啊 你要不要调查一下 全台湾收到这个简讯的 昨天应该那个是全台湾 应该都有改 全台湾收到这简讯的 有没有超过10%吗 可能没有耶 NCC是不是请NCC来 NCC我等一下去那个提名那里 我会讲这个 OK OK 你们要有个子嘛 要整合 先确认一下 你们跟日本的那个30秒前面 那个通报系统 在技术上有什么差 我们可不可以超越它 有的话 要交给NCC 强力的透过产业的控管 把这种系统全部建置起来 OK 不要有人因为听不到 看到大家在跑 你们在找什么 地团啊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不是脚麻啊 我是不知道啊 谢谢 我没脚麻 我是没受到 没有说到东西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这个是人命安全不可以有差别 所以现在PTT很多网友 自己在笑他自己是国家级的边缘人 就完全没有收到任何通讯 所以这一点 请你们在最短的时间 因为这个已经在我们本委员会 咨询好多次 只要科技部来咨询 大家一定关心这个事情 拜托拜托 非常谢谢 地震还会再来 拜托 每次要大幅的进步 还有我听说国研院的校园地震预警系统 已经建制完成了是不是 这个要跟学 跟那个教育部合作了 建制完成但是还没有演练好对不对 有演练 有演练 这个校园的地震预警系统 就透过广播 跑马灯 电子看板的方式发布 我昨天特别问一下小孩子 校园里面有没有收到 他们说有 那我就觉得小孩子很幸福 为什么他们的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幸福 你这个东西据说啦 像921的话 在嘉义地区它可以争取到11秒 在台北地区可以争取到27秒的预警时间 这很棒啊 那请问一下这一套系统是根据气象法去定制的 你现在这个广播的 我们这个简讯系统可能是根据灾访法去做的 技术都是你们科技部弄出来的 为什么要依据这两套不同的法规 有的人收到这个 有的人收到那个 时间不一样 这一套如果那么好用 其实应该扩大使用啊 像立法院这个 这个我们随时都有显示的看板 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为什么校园已经行得通了 没有想到要把它推往全台湾呢 所以我跟部长报告 光是一个救灾你们就要用心 你们就要用心 台湾的人民的生命安全 绝对值得把这个一次把它做好 大家会觉得这个会很有感 好不好 非常感谢 这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在你的报告里面 讲到很多科技成果 的运用的问题 那我要提醒你一个 因为因见不远 中研院 翁院长的这个 技转的个案 引发非常多的疑点跟讨论 我相信科技部主管的业务里面 设计这个技转的部分 绝对不会少于中研院 因为中研院基本上是一个 学术研究单位 我们这个还有产学合用的部分 那你要定很多的策略 听说你要跟 你要帮所有的大学的研发长 研发长去跟他们做上课 就是要以翁企会的案例 来提醒大家注意什么 那我请问一下 你的上课内容 会认为翁企会 哪一些地方中研院 哪一些地方做错 现在随便点几个 因为我们以前的办法 都是以ICT为成果 那种思维去定的办法 那现在因为生技产业 它原来又多了一个 生技发展条例 所以对这个研发成果 运用办法是有不太一样 甚至这个 那我只是问你 从翁企会的案例 你学到哪些教训 最主要还是看到的是这个 利益回避跟利益回避的问题 利益回避没做好 不清楚 利益不清楚 你要帮所有的研发长上课 对不对 不是 我们就是希望不同的 那给你参考一下 虽然现在在司法单位在调查 但是本委员会 针对翁企会的案子 已经有好几次的开会 每一个委员有提出不同的论点 请你仔细的看 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发想 非常好 请你仔细看 谢谢 还有 听说你要开放 这个可以让股票 给我们参与研发的教职员 是不是这样 不是 因为现在 各大学我们发现 要假如说要创新产业的话 各大学里面的一些研发成果 以目前这个状况 对这个研发成果 扩展到企业 不是非常通畅 也诱因不足 所以我们从大学的观点来看 希望增加诱因 也让这个研发成果出去以后 目前很多企业 因为他刚开始希望是技术入股 我知道 是不是 好 另外 听说你要开放 兼行政职的老师 可以在公司来持股 担任董事 对不对 因为现在假如新创产业 假如说不让这个教授 跟学生出去的话 一起在某一段时间里面 还有技术服务的话 这个新创产业是 比较不容易成功 我跟部长讲一下 不要舌本竹墨 颠倒 产学合作是利用学的研发能量 让产业去运用 但是学的部分 不要自己变成产 这个部分你要抓紧 抓紧原则 要不然你会变成 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 有一些工会 他们已经在提 担心这个趋势 会变成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已经在想说 我这个研究会赚多少钱 因为他本身是那个公司的董事 他有责任要赚钱 那这样子变成说 老师是利用学校的资源 在想着要赚钱 那这样子将来不会赚钱 但是很重要的基础研究 谁要做呢 谁要做呢 还有如果这个是 成真的话 难保 不会有老师利用学生 当做连家劳工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帮你想到 会发生的问题 你在配套完全想好以前 不要随便推出来 好不好 对这个我们会参考这个 那个Stanford跟MIT的这个 有很多很好的机制 学校跟老师出去开这个 比如说公司股票 公司股份的时候 或当董事的时候 这些在这个 学校跟这个教授之间 那些两边的权力义务 我们都会非常清楚去规范 要是真的推动这个时候 好 谢谢 好 谢谢吴委员 雖然部长可以回座 可是也还是要请部长 来 好 请阳部长 部长好 部长 今天第一次备巡 那也刚刚提到 听到了您提到的口头报告 那洋洋洒洒一共非常的多项 那其实呢 这些方向 我想是跟我们的蔡总统 过往所提出的几个面向 其实都是有吻合有配合的 那我相信科技部 现在新的部长您上任了 也会带领整个团队 往这个方向走去 因为科技部 毕竟是我们整个国家 让这个提供培养科技产业 和人才最重要的龙头引擎 所以我们对您的期待 真的也是非常的大 那不过问题真的是很多啦 从你刚刚说到的这个 我看很多 产业转型资讯安全社会问题 比灾害防治 还有包括刚刚吴委员 已经也提到了资安等等 通通都是问题 那今天在您的报告里面 我们虽然看到了有列举 包括总结这样一共十大项 可是我必须说 不知道我觉得还是不够具体 今天的报告内容确实是 如果是上一团队的话 我们可能就直接说 嗯 比较像作文啦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是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毕竟大家对新政府 新团队的期待是远远高过于过去 而在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 真的不是只是形容词而已 那如果你说 部长说 有 这个我们都已经提出了 那我其实 部长你刚刚在说的 这些创新啊 技术啊 科技啊 研发等等 我实在是就想让你看一下 先轻松一点开始看啦 看看您的报告和上一次徐部长 因为他也是才刚刚有一个交接 所以他也做了一次施政报告 在我的任内100天内 我们可以看看喔 那个 这个喔 部长知道这个是用什么程式 我们都在叫什么 文字云嘛 现在年轻人很夯的 文字云 把徐部长的口头报告 用文字云来表现的话 可以看到他最多的字就是研究 两个字 研究计划 这个使用次数越多 频率越高的字就会越大 这就是文字云的特色嘛 文字云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徐部长的口头报告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研究计划技术科技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创新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部长 楊部长您的口头报告 做起来的文字云长什么样子 其实好像是差不多 确实也是研究科技计划 好 可是我们看到 部长您创新有比较大 我帮你算过了 在您的报告里面喔 创新一共提到了 在这几页的报告里面 创新一共提到了111次 可见得我相信 未来我们部长带领的团队 创新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我会说不够具体 就是因为除了看到 这几个关键字之外 其实它的具体作为 真的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会期待未来 部长带您的团队来的时候 具体的方法可以更清楚一些 让我们也知道说 原来部长您有这样的计划 让我们不是只是跟之前一样 都是文词的堆叠 所以我今天这个是 首先表示的是 我未来咨询科技部的态度和方向 那表达完了 那我希望部长应该可以同意 未来可以更具体 那这样我今天提出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科技园区 科学园区的部分 部长您可以在这边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科技部的执掌之一 是包括了管理科学园区 那么科学园区目前设立的宗旨 和这个里面的产业有哪一些 部长可以简单回答吗 宗旨和产业 目前的 目前的 目前的三个科学园区 当然有一些些不同的产业聚落了 主科还是以ICT为主 半导体 那没关系 我用 我用目前的 用法条 这个管理条例 来回答部长这个问题 目前的科学工业园区 它是为了引进高级技术工业 及科学技术人才 然后激励国内的工业创新研究 所以我们设置了这样的区块 所以里面的 本条例所称的科学工业 它也是有一定的规程 可是我看到前几天的新闻 部长有说 未来呢 我们其实不只是 这个通讯 资通的这样的产业 未来我们要突破 包括纺织 包括电影3D后制 包括这个其他种种的这些 新兴的创新的产业 您都会让它可以进入到 这个科学园区里面 以鼓励更多的产业来发展 这是部长您的方向对吧 我个人觉得了 这个我们ICT产业在 我们三大科学园区还是ICT为主的吧 那当然现在新竹科学园区有引进一些生技产业 但是这个ICT已经发展 对我们国家来已经到一个饱和的状态 所以您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产业进来吗 本期也非常认同 我认为这个要是我们蔡总统讲 要是发展五大产业的话 我希望用我们以前科学园区这个 一个one stop shopping这种服务平台 可以让更多的产业可以到科学园区来 有机会的话 好 其实我也非常认同部长您这样子的方向 所以部长可以大方说没有问题 我们都会做你的后盾 但是我在这边真的要提醒部长 第一如果未来的方向是这样 那么首先它和目前的法规是不符合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修整 规范的修整 让明时可以相符 这是第一个提醒部长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 好 那部长您知道 目前科学园区的使用频率吗 我这边有提供部长一个资料 目前的这个科学园区 包括台湾三个 包括竹科 中科和南科 每个科学园区有其他的基地 这一年科学园区在这一年的土地 未出租率其实是提高的 也就是截至目前为止 全台湾的科学园区 还没有租出去的面积 其实高达了184.01公顷 占了11.54% 有这么高比例的土地 是没有被利用 没有被租出去的 184公顷大概是多少 是7个大安森林公园 有这么大的土地 而其中呢 在宜蘭的基地呢 更是高达97% 是没有租出去的 我们看到网站上面的资料 宜蘭基地目前只有2家厂商 为什么一个科学园区的基地 会只剩下这样的效果呢 既然是新开发的嘛 那因为它也有限制 它是要 它不能量产嘛 所以它是以研发为主的这个基地 所以它有不同的限制 因为可能当初返品的要求吧 好 没关系 因为部长您是刚上任 所以我在这里 今天第一次我都是用提醒的态度 我在这里提供真实的案例 也就是曾经想要进驻宜蘭基地的厂商 实际案例给您听 我觉得这可以说明 为什么宜蘭到现在只有2间 这个厂商呢 做动画的 它觉得宜蘭基地这个服务单位 其实非常好 我们必须说 其实单位的态度非常的好 也很热情 也热诚的邀请它进驻宜蘭基地 但是问题是 这个动画产业如果要进去的话 它会需要什么呢 它需要非常多的东西 其他的税制等等这些补助不要谈 我们就谈 园区里面是不是能够提供厂商业务所需 像是工作站硬体的采购 还有可不可以使用国家高速网路 这个动画产业一定要算图嘛 所以国家高速网路 这个基本的配备是一定必须要的啊 如果你还可以同时有数位资料的建置协同 包含3D扫描等等 这更多专业的 我在这里不列举 如果你有这些设置 那才对它是有诱因啊 结果你知道状况是怎样吗 厂商 这个基地的管理局 厂商问他说 请问你有提供网路吗 他的回答是 你要跟中华电信申请 科学园区 在招募动画厂商进来 本来我期待的是 能不能有国家网路 结果管理的单位 回答的是 你需要网路 要跟中华电信申请 那怎么会有厂商想要进来呢 当然这是2014年的时候 我相信也希望在这两年 在这段时间当中 已经获得了改进 但是我目前看到的 宜蘭基地只有两间厂商 所以我认为 这个状况改进可能还不够快 我在这里提醒部长 我相信科学园区 之所以能够发挥 他最大的效用 除了他有种种的 优惠措施之外 因为一定是因为他有 就像您刚刚说的嘛 群聚的效应产生 所以产业连结 让这个地方把各种产业 他所需要的上下游 通通集合在这里 这个地方才能产生 最大的群聚效应 这是我们设置 科学园区的目的之一嘛 才能让整个产业给带动嘛 而且我们现在又希望 像部长您说的 不管是纺织也好 文创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资讯的 3D动画产业等等 你既然希望有这些新的产业进来 我相信这些新的产业 需要哪一些的后援后盾 才能让他们觉得 有足够的诱因进来 我觉得这是部长 您应该非常大力思考的部分啦 那这个就等于是我先设了闭考题了 那下一次科剧部 再过一段时间半年一年 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看看 这个部分有没有改进啊 我们要让人家感觉到新团队 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出新气象啊 毕竟这就是我们国家 未来的产业啊 我现在不止部长 这个次长这边 也应该我们可以共同来努力 因为我是举出了实力 告诉你目前的状况 而且数字辅正啊 那另外一个部分 第二题的话 我也想谈谈的是能源的部分 部长您在这个 刚刚你要发展的几项里面 其实绿能占了你很大的一个部分喔 那我确实也觉得 我们既然2025年要非核家园嘛 这是我们总统的定的政策 也是社会的共识 全民的期待 那在这样的期待之下 非核家园 那你一定要有替代的能源 部长这个能源的研究计划 一直是科技部里面的重点计划之一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有一个能源 对我们有一个能源型计划 这个计划分两期 在第一期在102年结束 它的总预算是229亿 相当于半年的 科技部半年的预算 是一笔相当大的花费 那我也想请问部长 现在的研究到哪里了 这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 这个国家的龙头嘛 研究的龙头啊 我们需要替代性的能源 那我们到底研究到哪里了 有没有成果 或者是至少什么时候 可以告诉我们 阶段性的成果 让我们有信心说 对 我们在主张非核家园的同时 我们这个国家 确实有研发了 一个替代的方案 替代性的能源 让我们可以真正的 往非核家园走去啊 部长 现在的进度 现在的进度 第一次当然是要配合 2025年的非核家园 所以科技 第一 应该是第一期 国家型计划 是科技部主导的 第二期已经转到 经济部自己主导了 所以经济部 主要是引进更多的厂商 来不管是做创能 或除能 或是节能的 所有的措施 所以我不敢保持 但是好像有一个 2025年 我们替代能源 达到25% 这是目标了 部长我想这边 其实跟刚刚 吴委员的态度 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确实这个国家 需要有很多新的创意的 技术也好 政策也好 那这个都是科技部 责无旁贷的责任 那今天都是提醒部长 委员们都关心了哪些政策 那我想未来这些 我们都可以一一 再做寻答讨论 那在这里先 谢谢部长 也谢谢各位同仁 谢谢 好 谢谢苏委员 谢谢 好 接下来请柯智恩委员 咨询 谢谢主席 我们还是请部长 好 来 请 部长 柯委员早 部长早 刚刚呢 因为你现在已经 虽然是新部长 可是你已经到国科会 当过副主委过 所以科技部 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 蛮熟悉的单位 所以我相信你应该 比其他的内阁官员里面 更进入状况 刚刚苏委员特别用文字云里面 来检视你这次的报告 然后当然很高兴 你的创新的确比较大了一点 所以我今天就从你的创新来 开始问一下 是不是真的很创新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 你特别用到这个创新驱动 来当做目标嘛 对不对 你特别提到用学术创新 来驱动新创的产业 那这里面你特别提到 你旗下有非常多的研究中心 希望能够透过跟大学里面的一些的合作 特别是顶尖大学的一些合作 能够让这些平台更加通畅 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你看 过去来说 贵单位其实已经跟国 部服社研究中心就已经跟成大已经有合作了嘛 然后也跟东吴大学Big Data中心也合作了嘛 所以部长 这有创新吗 因为我 你看得到我们国研院 国家研究院的每一个中心 都比较独立运作了 但是假如看美国 美国各大实验室 尤其能源部或者NSF的 都是在大学校里面 或跟大学 没错 可是这之前就有了吗 我只是答处了 但是还是不够的 是 还是不够的 而且我特别也看到你提到说 你要用你的经费 来当作是一个诱因 希望你旗下的中心 能够跟大学里面 来分分来做一个合作 你才会动用经费 这问题就来了 你的地震中心 你跟台大合作 问题是全台湾还有中央 有中正 还有很多很多地方 所以这样子的用经费 来去框住这样一个研究 来迫使 不是迫使 来有利诱 来让他们更加的合作 你觉得这样好吗 我们那个国家 那个是国家实验室 我刚才讲的就是 有一个比较major的大学 因为不管是德国或英国 或法国 他们这个研究中心 或国家实验室 都在大学校园附近 或在大学校园里面 清大 交大 台大 都是这个样子 我这样只是强调 这个已经是有的嘛 所以我只是强调 你的创新跟过去 不一样在哪里嘛 既然你的创新 那个字体比较大一点嘛 我要知道 那个创新的内容在哪里 我要的是说 研究人员跟老师之间 可以互相合聘 或互相交流 没有是不是 现在还是不够的 OK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 在既有的基础之下面 你要更增强这个部分 对… 我还是要提醒 因为每一次的 每一次到我们教文里面的 委员会里面来 每一个部长都告诉我们 他有很多不一样的做法 可是只要一审视发现 那都是既有基础之下面的延伸 所以我只要先把这样一个定义 先把它搞清楚就好了 那在这个原则之下面呢 我们当然继续要来看 我们当然对部长有非常大的一个期许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是要检视 过去我们所做的每一项 在从科技部里面所研发的经费 因为检视 审核之后 我们才知道下部该怎么走 我们先来看一下 生技医药国家型的这个计划 我觉得我们这个生技产业 大概是历届总统的一个最爱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 从91年到现在 可以从到105年 已经15年头了 我们用在这个所谓的 你看嘛 生物医药 生物质药 还有我们这个所谓 基因体医学的这个部分里面 15年来里面 我们用了3,571 3,571 你看这个数目大道 我都讲不出来了 请问我们真正实际的一个成效是什么 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15年300多亿 这是非常大的 都完全放在生技产业上面 而且更不要包括我们中研院里面 额外的 中研院里面很多人都在讲的 他们为了这个生技 还有这个基因这个工程里面 他们基于社会人文 都已经被摆在旁边去了 请问350多亿 我们实际的效果在哪里 当然你说那个金会可能是很多地方 这个 就是这三大国家型计划 这三大国家型计划 当然是很多的盘点 那如果说要求细部的话也可以 我们再往下来看 我们就单纯从100年开始执行计划 然后年底就已经开始100到105年 我们就单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好了 花了我们110亿元 那我们请问一下部长 你知道吗 他的一些所谓的量化的成果 就根据你们的报告里面所显示出来 苏博士培养了359个人 即转48件 还有权力金 还有包括这些金额 还有包括民间投资的 你认为我们投了110亿 然后得到这样子一个量化成果 你个人觉得绩效如何 要是我稍微发点时间 说那个多少亿多少亿 其实每一次计划的时候 并不是那个钱不是新的钱 是很多盘点以后加起来 也许再多一点金费 加进去的所有的财势 那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你还是可以给我们解释 不管你是怎么样算出这个钱 钱很多总是一个事实 那这钱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绩效 到底是如何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我们当然要来监督吧 那你可以给我们看到的东西 到底是哪一些 我的意思说 并不是三年内投那么多钱 增加这么多钱 好 没关系 就累积这么多钱 那累积部钱 我们可以看到的 研究的paper产量 还是真的有效 你不断地强调的 希望能够跟产业界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所要的 一个什么样的成品 可不可以帮我们趁机 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刚才稍微说明了一下说 其实我们国内的研发能量 并不是已经很久了 真正有 比较有技术 或者说有创新 其实大概这个十年来 所以现在我们第一期 大概基础研发 大概已经差不多 现在是第二期了吧 希望第二期是 比较真的是可以apply 对嘛 所以我就说 你觉得这样的绩效 就你过去的经验来说 你觉得绩效 你觉得是怎么样 那当然还有在加强 还有在加强 我还特别在提醒里面 我为什么要特别 拿到我们的生技产业 因为我们的陈建仁副总统 他特别在接受科学月刊的时候 也强调 目前我们很多国家型的计划 最好能够带动很多的 学术的研究 能够进入到一个产业界 我觉得这不是不对 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可是这么长掉产业界的结合 我觉得还是会有让我们有一些的一个担忧 你看他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你可以发现说 我们这五年 这是陈副总统所特别提到的 这五年的计划里面 最大的改变是改变了 台湾数百位学者的观念 让他们可以投入更多 产品开发的尝试 你觉得这是 这听起来怎么样 部长 这个就是刚才吴文言讲的 是 其实我们要是以前 纯粹做基础研发 没有到商品化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态度 现在更要鼓励 不管是学界或研究界 有好的成果 应该要商品化 因为根据我知道 这个竹北市医研究 现在已经是 已经是满了 已经厂商都已经是满了 我这边还是要特别强调 表示说生技产业 现在真的是蓬勃发展 真的是蓬勃发展 好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一个数据 你看我现在只是强调 就是说我们国家 投入这么多钱 可是我们对一些 长期绩效里面 所谓最终的一个 评估的结果 基本上进入目前为止 你不能否认 还是相当缺乏 相当不透明化的 对不对 以我们这种学社会人文 我们过去拿 拿国客会的钱 大概都不会超过一百万 然后我们弄完之后 就做个综合报告 然后挂在网络上面 有人要来说 打算我的名字就出来 大概目前都是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也不过去 拿个五十几万 所以呢 14年来也就算了 问题是国家花了这么多钱 到底它用在我们这个地方 整个整体最后 我们看下面 整体最后的一个规划 到底是如何 我觉得那个东西的 长期的追踪部 以你刚刚说的科技产业 这是最新的美国FDA 所做过来 有关于这个 这个所谓的制药 你会发现 它虽然起起伏伏 可是呢到2013年 2014年之后 它能够发现新药的这个比率 已经是逐年下降非常非常多了 因为太不容易了 包括上次我们直询 那个翁企会院长的时候 他也同样承认 非常的不容易 可是我们国家 这么多年来 十几年来 包括现在总统的 五大产业里面 都还包括在内 我觉得你们各位 是不是要能够稍微 再过继续的评估一下 这样子的所谓的 生物医药的这样的部分 是不是还需要 投入这么多钱来去做 我觉得这次要彻底讨论 不能因为上面 他们一直觉得是如何如何 我们整个的国家 大部分的钱 都花在这个上面 那个评估的机制 那个追踪垮和的机制 到底有没有他们的必要性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科技部 应该站在一个非常中立 非常专业的地场 来告诉我们 需要投注这么多 继续投注这么多钱吗 其实我们有去分析 国内产业的产值了 生技制药是真的是成长 当美国已经慢慢在走下坡的时候 我们国家才慢慢往上看 我觉得这个国际趋势上面 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有人讲 我们其实有ICT的优势了 所以生医器材 高阶医疗器材 也是我们的方向值 我觉得这个器材 这个部分OK 但是我觉得在制药的层面上面 我觉得你们应该 因为钱花了太多也太久了 不能因为上面 不断的主导这个部分 你们应该有个 更中立的一个部分 科技部位 全国国家 最高的一个科技总部位 总要告诉我们 一个更中立的一个立场 那剩下的时间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有关于我们的资安的这个部分 你们刚刚说没有 因为有资安法的那个 的法源 目前为止 目前进到什么地步了 国家资讯 资讯安全管理法 这个大家所含有 资安的基本法 目前到底是如何 因为没有这个法 很多人就说没有办法 继续往下走嘛 所以目前到底是如何 没关系 我现在只要知道 有在规划了吗 有在规划 之前 资通安全管理法 现在草案已经送到行政院嘛 现在各部会 所以呢 这个法通过之后呢 你觉得目前的改变吗 还是会用行政法人的方法嘛 我们这么多的駭客 高手级的駭客 目前为止何去何从 这是我们比较关切的 那个 那个 基数服务团队 还是继续运作了 所以啊 差别在哪里 你只是要有法源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额外再问一下 那国实院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法 它只有个设置办法 跟我们过去的一样 国实院 我们以同样的标准来看嘛 国实院有没有所谓的 法源存在 就我了解它现在叫这个设置办法 因为有些法是我们科技部就可以做的 有些法是要跨部会的啦 所以我就在说嘛 自然是不只是我们科技的问题吧 有很多 所以那个 要是有这个法 横向的这个整合是会比较好的 是比较好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法弄完之后 下面你目前为止 可能就你预估的未来里面 应该都还是跟过去的方式一样 用法人的方法 因为我们目前所谓的行政的系统 是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 用既有的系统来聘到一两百个 这样子的害科技的人物 所以你势必觉得 过去我们的张善政院长 他就特别提到了嘛 科技法人的界面 已经是目前最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嘛 所以你还会延续这样的方式吗 那个我们这个科技政委 正在行政跨部位 那个组织马上会 年底以前会提出来 做法呢 做法是不是也会跟过去一样 应该会比以前更有这个科 从各部会里面 整合平台会做得更好 但是还是一个法人的单位 目前还没有清楚 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好 我们就来看看 因为我们只是 我个人只是认为 这个所谓的 都是应该是延续的 张院长在过去 他一定是考量到 我们很多台湾现有的体制 才提出这个方法 虽然被三毒被封杀掉了 但是我还是会看 未来我们做的方法 跟过去比对起来 除了你在法院上面 已经设立完之后 很多的组织 编排的系统 还有我们所有这些人员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那在这段空窗时间 你们是怎么样来处理 没有空窗吧 现在都没有空窗去 现在都被废掉了 都一切都还是一样 就是对不对 所以那个技术服务中心 还是继续运作嘛 所以没有空窗去 我个人的想法是 他应该还是会继续再下去 所以今天这一步的过程 可能就是天外飞来一笔 然后我们一切依旧 是不是 会不会是如此 会会 现在正在演绎中 那个组织 可能会在行政院层级 变成说比较 比较这个 成绩会比较高 不在我们科技部下面 我们就来看看吧 我觉得资安的这个部分 还是我们非常关切的重点 也麻烦部长 在未来这个段时间呢 有个继续善进的这个部分 好不好 那当然有关于这个 这个你刚所说的 盘点的科学养区 我们还有 可是碍于时间的关系 我相信下次的时候 我们再来好好的一一来 救教育部长 好不好 加油 好 谢谢柯委员 好 谢谢部长 好 接下来 请吴思耀委员咨询 好 有请部长 辛苦了 谢谢主席 好 请部长 吴思耀委员咨询 嗨 部委员咨询 部长 新人新政 对您有无限的期许 那我那天同样的主题 那直询过了教育部门 我们520的新政 就是一个全新的启动 那不管是外交 不管是经贸 不管是产业的新战略 新南向都是小英主席 小英总统很重要的一个 走出去的一个政策 教育 当然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是我认为 主导我们所有的相关科技研发人才 不管是育才 流才 缆才 除了教育部之外 最重要 同等重要的部会 就是你们科技部 刚刚苏小慧委员非常有趣 用这个最夯的文字云 来显示 来检视你这一次的专业 业务报告 其实我要先肯定 我看到整个业务报告里头 您试图来回应 蔡英文总统的新的产业的战略 包括五大核心研发的新产业 四项跟你们相关 绿能 智慧精密就是生机医药 然后智慧精密机械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看 生机医药 对 最重要的生机医药 如果以文字云来呈现 其实你这些都越棚越大 这在过去的业务报告是没有的 你当然必须这样 因为这是蔡英文总统的新政 可是我要说 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 你所提的非常非常相对的少 如果以文字云来呈现 新南向政策 这么重要的一个外交经贸产业 教育战略 可能只是文字云当中的一点点 要改进 第一次没关系 那我来看 您提到的科研4.5 好 回到前页 新人新气象我肯定 从2010年以后 进入科研4.0的阶段 我们要扩大产学的合作 然后去发展出 符合经济民生需要的相关研究 而现在您宣示进入科研4.5 我就期待 新南向政策样样像像 都希望能够看到科研4.5的 加值效益的发挥 我首先肯定您有这样一个 新的论述来下一页 好 讲到主题 新南向政策 科技部怎么做 我刚刚说 教育部那天被我K了 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 跟教育 关心这么多 他写了一页 已经被我K了 今天科技部 五行 五行 我当然认为 论述不足 但是我要肯定的是 虽然你们只有短短的五行 但是有讲到重点 包括组织面向 你们要推动一个南海国际研究中心 非常好 我等一下会跟您论述 您也说要用台湾的优势科学能量 来引领区域的环境灾防研究 加强与东协国家的科技合作关系 你已经定调 环境研究灾防是我们可以合力协力的主题 很好 点出核心 第三项 您也要在积极参与现有的机制 就是亚太合作APAC的相关活动 上的基础 去强化推动 跟所有的东协国家 主要国家的合作 我觉得你们有 讲到一些重点 跟我可以想象的未来的方向 我现在主意就要跟你来论述 你如何把你这个配合 新南向政策科技部的新作为 落实为具体有效的政策配套 这就是我们要检验 我今天资料很多 抱歉我必须比较快 我今天把我观察的数据 我看到的问题先抛出来给您 好下一页 好 新南向政策 我想这个不多说 成败关键就在 人才养成 跟交流合作 这是落实政策的基础 而这也是科技部重要的政策 下一页 很快的跟您提点 你们要跟教育部扩大合作 用你们有的资源补助的形式 因为在人才养成的部分 台湾学生赴东协国家留学者 少之又少 全国的留学生台湾走出去 东协国家留学生只有263个 比例只有0.7% 教育部看到问题 我提醒他 他们会改进 但你们要协力 下一页 而语文是进入一个研究的门槛 必要的工具 相关的学系 以至于相关的东南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等等 台湾现在只有两个学校 一个是靖南大学 一个是淡江大学 但是在语文上 只有高雄大学 他有一个粤语组 你们是不是也扩大你们的所有的资源 跟教育部合作 语文 人才的培训 下一页 而 东协国家 我们吸引人才 揽财的部分 来到台湾留学的 只占所有亚洲来台留学生的27% 同样的提醒您 这个部分 教育部东西楼柱 你们是陪绑 但你们有责任 用你们有的政策工具去协力他 好下一页 我现在讲到重点 科技部自己做的补助 专题研究的补助案 不管是自然科学 工程科学 生命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 包括你们的自由型卓越的 学术研究 包括你们这个工顶研究 包括这个私立大学 校务发展研发特色等等 这些所有的专案补助 我用东南亚 我用东协 我用南海 去查询 去检索 我们这两年半 总共 补助了这一类的专题研究 就是 所有的专题研究 是三万七千九百四十五笔 总补助的金额是 三百八十八亿 勇敢的给 给佑英 鼓励我们的人才去研究 可是 如果以东南亚相关搜寻 只有三十三笔 补助金额只有两千两百万 他占的比例都不到百分之零点零一啊 部长 对不起 他不到百分之零点一 他只有百分之零点零八六 以东协国家 来检索 他占的比例更低 只有九笔 区域 东协区域的研究 只有九笔 他占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二三 部长 我再扩大 以南海 相关的研究来讲 只有百分之零点零八九 这个数字 我很辛苦的去盘点 我希望你们可以 更多的扩展跟调整 因为我们看到问题 新南向这么重要 但我们在专题研究相关的补助 没有跟上来 救政府的作为 好 下一页 谢谢 非常好 不好意思 今天没什么机会给你说 我都说给你 你回去做功课 我们总咨询再来谈 好 下一页 专题研究的部分 东南亚个别国家的研究 我也帮你整理出来了 印尼二十六件 对不起 越南二十六件 印尼十九件 菲律宾十八件 马来西亚十四件 泰国十件 都很少 你们再去想办法 而且它的研究主题 集中在自然科学为主 国家的比例相对也失衡 我点出问题 你们去检讨 下一页 以南亚国家来讲 当然目前都集中在印度 二十六件 其他南海国家的相关研究补助 一件一件 孟加拉一件 尼泊尔一件 你们去看看 火力集中是好事 但是需不需要有更多的合作 研究 这是你的课题 好 下一页 我刚刚讲的都是 人才养成 一半的楼柱是教育部 一半的楼柱是你科技部 现在我说的完全是科技部的事哦 交流合作计划你第一项挑战 我们科技部勇敢的给所有的研究团队 国际交流补助计划 这个您应该很清楚 我以三项来跟您谈 我是年轻世代 我非常重视我们给了多少资源 让年轻世代的人走出去研究 走出去跨国 走出去看看世界 所以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走出去了解东协国家 南向政策的主要国家 可是我以科技部105年度 补助博士生赴国外研究的这个project 你补助了102位博士生 东协国家0个 我以补助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的 这样的专案补助 全年到现在105年走了一半 补助101位 东协国家0个 我们如何拿我们的资源给年轻世代 优秀的研究人才可以走到 新南向政策的相关国家 不能够继续挂胆 下一页 而这当中的交流合作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龙门计划 对不对 部长 我们补助任务型导向的团队出国研习 同样的问题 赴东南亚相关国家 少之又少 我们以龙门计划这是个好的政策 我们跟指定的国外的世界级的公司力研究机构来合作 全年 全年你们这几年有74个机构国际的 而当中有关东南亚 东亚或亚洲相关研究的机构里头 可以到美国的哈佛去研究东亚文化 可以到韩国的高丽大学研究东亚 可以到日本的东京跟京都大学同样去研究 东亚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我们跟东南亚或东协主要国家的学术机构 找公司力来启动这样一个龙门计划的任务型导向的补助 一样挂蛋 部长 前进 新南向东协国家 补助合作的机构就应该再去做突破 下一页 很快的讲 你另外有一个专案型的国际合作计划 一样 重欧美清东协 要再扩大 你这几年有43个国家 三个国际组织签订了111项的合作协定或备忘录 这样子的专案型国际合作计划 东协也是很少 它非常不对称的一个比例 下一页 这个注点单位我不说 来 最后一个重点 我们要成立南海国际研究中心 应该做 我想请问 是不是要仿照 我们过去跟欧盟26个主要国家 欧盟科研创新合作平台指导委员会的模式 成立一个您说的南海国际研究中心 是不是这样的操作 是不是 这是你的重点喔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防灾大气这个海洋为主 那以后你说的可以考虑了 所以那我很遗憾我本来要跟你拍拍手 我本来以为你们已经看到像欧盟这个全球最大的跨国多边型的科技合作平台 你们要成立一个用在东协国家 居然不是喔 好 没关系 就去做 应该如欧盟这样的架构去做 才会成功 新南向才能够走得出去 所以东南亚的国际合作计划 我后续一定会持续追踪你的南海国际研究中心怎么run 它必须是跨部会 好 最后一页我的结论 第一个 新南向科技部是置身的关键 你要扩大各项与新南向政策国家的专题研究补助案 以及国际交流补助案 部长没有问题 对不对 刚给你的数字你都哑口无言 就是要补强 第二个 扩大与新南向相关国家的专案型国际合作计划 这一定也要走喔 say yes 第三个 我们是不是要向新南向政策主要国家增加科技部的注点办公室 你们去思考 最后一项 我建议我主张 研艺坊 欧盟科研创新合作平台指导委员会 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组成一个跨部会的 因应新南向政策的南海国际研究中心 这是你的工作 要打底 底要打得好 要打得稳 新南向才能成功 我希望未来看到你的业务报告 文字云的呈现 新南向它应该是比较重要的角色 而重要的政策内涵 我一定会长期追踪 那今天把问题抛给您 那您样样像像都同一方向吧 好 那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部长 好 谢谢部长 谢谢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黄国书 黄委员 对不起 部长先请回座 好 谢谢主席 请杨部长 不好意思 杨部长 好 部长您好 昨天又地震了 你好 昨天我又没有收到简讯了 我两次都没有了 我办公室也都没有了 可是部长恭喜你 你有收到 我想请问一下在座 我们列席的科技部的长官 有收到的举手 还是有三分之二都没收到 好 不好意思 为什么只有你们收到 我们都没收到呢 独厚科技部 好 我想跟你们讲 当然技术上还要克服很多 NCC可能也要检讨 校园的地震警报系统 现在陆陆续上路了 好 那我想跟你们提一个 其实我们地震的预报系统 落后日本太多太多了 想办法要跟上 对 这我取许就是要跟上路 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 电视的地震速报的系统 连规划都没有 这是日本的 我给你看这一个图 这是日本的 地震还没有来在电视上 就让你先看到了 连阵阳在哪边 几集 马上就给你知道了 我们台湾落后太多了 部长 接下来 不只要手机的预报系统要加强 开始要去研发 电视的速报系统 可以吧 可以吧 主任 你的重则大任 台湾的老年人口非常多 都在家里看电视 有这一套系统绝对有帮助 好不好 你们去研议 希望以后 可以提出一些规划报告出来 好 我今天重点想要讲什么呢 我想要讲我们整体的 科技部的科学园区的 发展的现况的检讨 我们总共有三个科学园区 管理局 有13个陆陆续续成立的科学园区 这13个科学园区 当然有些进驻的情况不错 有一些并不理想 我特别点名四个园区 使用率是偏低的 第一 竹科的铜锣园区 出租率43% 它总开发面积是350公顷 进驻的厂商只有5家 竹科的宜览园区 开发面积70公顷 出租率使用率只有2.4% 进驻厂商只有2家 中科的二陵园区 开发面积多大呢 630公顷 使用率17.3% 进驻厂商只有一家 只有一家 中科的兰头园区 开发面积259公顷 出租率21.6% 进驻厂商只有2家 好 我们要开发这些科学园区 土地怎么取得 征收 我们征收了非常非常多的农地 几乎都是征收农地来做科学园区 我们征收的这些农地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要改变了原来它们的农业使用的这个生态 还要跟农业使用增水 你水哪里来啊 跟农业争夺用水 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 好 这四个科学园区啊 总共国家投资了多少钱 国家投资了多少钱 862亿 这四个 面积超过1300公顷 1300公顷多大你知道吗 部长 我给你个概念好了 1300公顷大概就是一个台北市的中山区那么大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我们征收了那些农业那些良田 结果呢 好 我刚统计了 总共只有10家厂商在使用 我们陆陆续续这么多年 花了那么多资源 花了那么多钱 征收了这些农地 面积超过1300公顷 一个中山区的面积那么大 国家投资了862亿 结果到目前为止只有10家厂商进驻 部长 你觉得要不要检讨 要不要检讨 这都是新比较新的嘛 对啊 它有开发集成了 我上面也有了 都有一段时间都好多年了 都好几年了 有些都还在 帆平的阶段 我知道啊 这些帆平还没过啊 对对对 坦白讲未来那些帆平会过 也很难啊 我特别来讲 二林园区啦 这个最夸张的二林园区 好 这张图 这是98年耶 98年的时候的动工典礼耶 照片里头是谁啊 马英九总统 吴敦义副总统 还有彰化县长卓博元 所以去讲哦 你征收了多少粮田啊 全部都是农田 当然八成是台糖啊 其中还有两成 是民间的私有的农田 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 好 当时为什么要开发二林园区 就是希望发展光电产业 而且指标的厂商就是友达 坦白讲 二林园区就是为了友达量身定做的科学园区 结果呢 友达来了吗 友达也没有来啊 当时宣称的友达啊 华邦啊 华应啊 一堆啊 都没有来 结果只有一家来 这一家啊 他跟光电产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做医疗辅具的 附建用的那个辅具的公司 跟当时预期的目标 光电产业 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时啊 我们 我们的缩帖啊 写的很好听啊 这些友达华邦高科技公司 未来会进驻设厂 彰化可能 可以渴望 一要成为世界级的科技新都 有吗 有变成世界级的科技新都吗 好 光是园区年产值高达920亿的产值 现在有吗 可以提供3万个工作机会 请问现在有多少个工作机会啊 现在 不必让许多县民不再为了工作而离乡背景 其实 这一家公司 进驻的员工啊 我看大部分也都不是彰化 的相亲 好 目前我们来检视光20元区目前的现况 跟当时你们预期的目标 差距太大了吧 部长 要不要检讨呢 当然我们检讨 看看有没有转型的机会吧 当然啊 当时可以说信口雌黄啊 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子啊 说可以带来多少产值多少工作机会 一派胡言 现在来看 有吗 这个园区当时选址 圈地啊也很奇怪 为什么一定非得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农业的聚落相思了 正义那么那么久 那个地方离高速公路的交流到 多远呢 还要开车 还要20分钟 怎么选择一个交通不便 农业使用 提供给彰化地区非常好的 农粮米昌的地方 当时是怎么选址的 所以啊 部长 全面性的来检讨啦 我刚讲的那四个 使用率非常低的四个科学园区 你们都要全面性的来检讨 再来喔 下一张 开发了以后 厂商没有进驻 然后也没有做农业了 农民也没有办法种田了 结果变成什么 周边啊 都在炒作土地 这个就20圆区 中科四企 你看 开发土地 做广告 我们开发这个科学园区 不但没有帮助我们产业的发展 改变了农业的生态 然后变成现况就是旁边的土地 都在炒作 这个就是科技部要的科学园区的政策吗 当然不是喔 当然不是嘛 所以部长 你是新的部长 上来以后我认为你们要 彻底重新检讨科学园区的开发计划 未来 可不可以答应 承诺 不要再征收农地开发科学园区 可不可能 你闲置还那么多 对于这个新的科学园区的开发应该更谨慎 我目前没有 想要开发新园区的目前的任何打算 跟计划 目前没有吧 所以就不会有 未来还会开发 农田农地作为科学园区的计划 没有要是以后当然政策上会更 要有任何新的计划一定在政策上会更加严谨的去评估 未来所有科学园区的开发计划 一定要送立法院 好不好 这个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审查 好 我们科技部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任务 国舰国造是下一个阶段重要的任务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中科院院长有来吗 中科院当然是现在发现火箭 台湾有能力大概就你们中科院 但是你们是国防部 要发展太空经济 未来 我想可能还有一段长的路要走 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有太空研究中心 但是我们不可能永远制造了卫星 那些卫星只请美国帮我们发射 我们过去发射的这四颗 光发射就花了三十几亿 美国帮我们发射的 那其实台湾有没有可能自己发射卫星 其实是有的 那中科院可不可能帮忙科技部发射卫星 我们中科院跟科技部都有密切的合作 其实太空计划是我们常年都有合作计划 未来如果政府政策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 我们全力配合 会配合 真的 你们可以发射到多远 全部都可以帮忙发射 现在其实我们正在初步的一个 一个初步的关键技术的开发 至于详细的规格 我想我们跟太空计划是研讨完了之后 我们再跟委员报告 好 我们希望有一个报告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过去中科院都不配合了 对不对 部长你知道了 既然院长 中科院院长现在已经承诺了 那你们 你一些合作的计划书 好不好 让台湾的太空 可以变成一个产业 让卫星可以自己发射 可以吧 好 院长已经答应了 部长 好 我们 我们 密切合作 好 谢谢喔 部长 谢谢 好 谢谢部长 好 谢谢部长 好 谢谢委员 好 现在我们请 来 主席好 我们请部长 好 部长好 张伟好 我想今天大家都非常关切 我们新任的部长 对于未来国家科技政策 跟发展走向 来做这个政策的探讨 跟方向的探讨 我想今天我非常高兴 其实我看到这个施政报告 我觉得你充分把新任总统 新政府的五大创新产业 它的核心概念 它想要发展的方向 都融入在报告里面 这个我必须要给予肯定 但是因为整个 我在报告里面 其实看起来多数都满意 但是在第十页 我看到你们要召开 在年底要召开 一个大型的全国科技会议 然后年底 然后说在一个月前 会在南北召开各一场预备会议 我刚才讲那句话 有点不高兴 你知道是什么吧 只有南北又露掉台中 台中也有中科 也有很多大学 我们的教育文化委员会里面 好几个台中的 所以我想 这个大家对于未来的创新产业 未来的科技的研究 整个国家级的我们的走向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 但我们希望 这个预备会议在召开的时候 不要漏掉台中 因为我的幕僚说 以前只有开南北一场 所以我们 那廖维的建议 我们中部再多开一场 好 谢谢 我想让大家来参与 小英总统说要多沟通 我想中部也很重要 我想再过来就是 昨天大家都感受到了 中午那一个地震 那我第一次没有收到 可是我昨天收到了 但是我问了很多人 还是都没有收到 那刚才也很多委员很关心 那刚才黄委员也特别提到说 人家日本的防災 它的各种预防的研究 或者现在应用在生活的这种告知 我想它非常的快速 那其实我在想到一个问题 其实我在上一次的委员会 之前的委员会我也提到 其实我们现在透过NCC 要求业者帮我们发送这个简讯 其实那个系统 因为像4G 现在发展4G 4G其实占所有的用户 还不到一半 接近一半 那个资料 我上次也有提供 将近一半 还有2G的人 3G的还是比较多 大概一半一半 那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到底怎么样 那我在PTT裡面看到很多反应 也有人讲说 这次很神耶 还没咬就收到简讯了 也有人说咬了以后才收到简讯了 就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我们在做地震的一个预防 我想台湾喔 台湾其实这个海岛 我们刚好在这个大陆板块的边缘 我们的地震 我们各种台风洪水 我们的灾害其实相当相对的 算是多的 那我们台湾人非常努力 那也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创造出一个台湾一个保岛 一个很难得的奇迹 各种方面的成就跟奇迹 那我发现我们科技部 对于台湾的灾害 灾防台风洪水地震 这样相关的预算建置 我觉得部长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这方面的预算的比例如何 这个我没有特别的数字 但是我私下其实跟我们这个 很多防灾科技相关的领域都说 其实我们应该以日本为借鉴 我们应该不能落后日本太多 我告诉你这个数字你看看 我们科技部今年 我没有说在上面 今年有436亿的预算 那么我们在国实院里面 研究发展计划的向下 有台风洪水研究 占了1.1亿 地震工程算不错的 可能最近在盖那个中心 它占了9.5亿 然后在整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 发展计划里面有2.1亿 那么其中包括了灾害技术整合余 减灾0.92亿 那么灾害讯息广播平台系统的建制是 三年的计划 那今年104年到106年 今年是0.45亿 就4500万 防灾科技的资源平台是0.73亿 那么加起来有2.1亿 那么总共我刚才提到的 直接投入在灾害 各种灾害研究的 大概是12.7亿 那占整个科技部的年度预算 其实只有2.4多 那不到3% 如果我们再加 我知道还有一些 这个补助计划加一加 我看也差不多3%左右 所以这个预算的比例相当的少 我想在自然师 自然师里面永续那边 应该还是有其他的研究计划 我知道 那个研究补助计划也有 那个非常临散 那有的我看也是研究完就放着了 也大概没有在应用端 那我在想说 我们这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像台湾 像昨天地震之后 大家就说哇 那个窑很大 7.2 然后后来我们又收到很多讯息说 其实未来2020年以前 我想我们台湾附近的区块 可能会产生高达9的 这样的一个强烈地震 所以其实台湾对于 我们尤其是科技部 对于这个防灾体系 我们的各种应用端的研究 基础的研究 我觉得都要做了 包括之前我非常关心的校园预警系统 也在我们的督促下 教委会再开会 我们说奇怪你们本来到后年才要完成 我想必须在明年底 跟教育部好好配合来完成 那么这个简讯的系统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说 这个电视的各种播放 我觉得是不是你们应该 我讲的吧 预算就是这样子不到3% 那怎么会去反映说整个 对台湾这样一个天然环境 容易面临的灾害 我们投入的预算 我们投入的研究 不管是基础研究 或是在应用研究上面 我觉得真的是太少了 这个我希望将来能够好好的来做一个调整 那么另外我要跟部长探讨的是整个 我们这个科技预算也是一样 我们科技部每年投资在科学研究发展的经费 超过300亿 我们有一个基金 我们有一个国家技术发展基金 那么我们补助办理推动整体的科技发展科技研究 那么最近这三年来的预算 包括102年的359亿 103年的327亿 到104年的380亿 几乎每年平均超过350亿 那我们如果来怎么样去评量这些科技发展 刚才也有同仁 也有委员去提到说 我们投资了这么多的研究 基础研究 那我们就是目的希望让 因为这些科技的研究 让民众的生活能够更好 那但是我在看资料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我们最近常常都在探讨生物科技 生物的生技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如果从科技部研发 各这种补助研发的各项成果的报告 我们从历年施政的绩效报告里面看到了 102年 我们的专利的建数呢 高达了 我们秀一下下一张 102年我们专利的建数有1398件 那么即转收入只有7.47亿 到了103年 我们专利的建数有990件 那么即转的收入是4.95亿下降了 到了去年 统计呢 专利建数是1225件 那么即转的收入呢 大概剩下2.72亿 换句话说 我们每年 我们的科技的投资 大概都在超过350亿 现在已经350亿了 但是专利的建数啊 还有即转的收入啊 似乎没有成相对的一个投资报酬 我们现在来看 投资报酬 那么从你的报告第18页里面 也说明了 说从104年到现在 我们讲到生计啦 生计领域里面 它的成果专利是8件 那么即转呢43件 那么即转43件里面 授权金呢是3674万 3674万 部长我要跟你讲 3700 3674万 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吓一跳 因为如果我们刚才再跳过去 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 我们历年来喔 我们最近这10年来 我们对于生物技术研究研发的经费啊 其实政府真的投入相当多 从2005年开始 我们大概包括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跟高等高教部门的投资啊 大概是145亿左右 到了2014年第10年啊 我们整体的这个研发经费 已经在241亿 那么政府的部门 包括我们高等教育部门 投入的占8成 换句话说将近200亿 将近200亿 政府都超过差不多100亿 那投资了这么多 在104年 我们看到我们你的报告里面 提到说 我们的生技领域上 我们成果专利是8件 即转43件 我们的权力金3674万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这样一个比例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部长你能不能 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解释或了解 那个 我们投入跟最后的这个成果 当然会有一点时间是像延累了 对 那我所知道 我们现在你说的那个计转金 是到科技 回到科技部的计转金 对 一般来说我们平常 要是大学有计转的话 他只有回到科技部只有20% 也许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计转金 大概还乘5倍 全国来讲还乘5 假说你要是300多亿来说的话 应该是你看到数据的人5倍 不知道我要跟你提的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投入 当然 跟它的一个成果 我觉得你要做合理的 推顾也好啊 你应该有这个数字出来 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投入 因为我想你在就任之后 接受媒体的采访也提到 其实中研院这个计转的一个风波 就是说这个引起利益回避的问题 那你也接受媒体记者讲嘛 你说其实科技部应该 好好的来当做一个学研跟产业之间 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要不然这些会研究的 它的成果其实不错 可是呢 往往一研究就数字高格 就产业它是没有研究的 但它也不晓得怎么去利用这个技术 怎么样子来应用 那科技部其实如果能够好好的来做一个平台 那么像我们科技基本法我们也订定了 那我们订定了之后 现在中研院这个事情其实 我觉得那个对于人才回流 其实是一个伤害 尤其是生计发展 可是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出在我们利益回避的相关的法令 其实我们订了之后 是我们的计转 刚才部长提到的 那些都是由各研发单位自己去订规则 那中研院只是因为它的向下 然后单位讲说 我们要赶快 来让这些学员单位 赶快 有能力去做这些东西 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我们要协助他们 不要让 不要让这些 我们国家投入的 你像生技产业 这十年来 投入了多少钱 那它的研发成果 其实不是不可观 可是这个计转 为什么它的权利金这么少 是不是还有很多法令的问题 包括你提到 说其实可以让学校拥有股票 可以用股份持股的方式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那怎么样子 可是你有股票又升降 等下又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又炒作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规范 我觉得这个要赶快 赶快来订定一个规范 让人才回流 让我们投入这么多的生技 产业的研发经费里面 能够得到一个正向的办法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现在这个时段 应该把 用更好的机制 把研发成果 可以导入到这个 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中央院这个事情 所以中央院这个事情 我们也希望说 检讨以后 也要注入新的 不要为了这件事情 让大家更焦急 不要人才在研究 跟它的利益之间 它不知道怎么样平衡 对 动不动就被划断 我们希望釐清以后 有更好的机制 好 谢谢部长加油 谢谢 好 谢谢张廖委员 谢谢部长 好 接下来请 江乃兴委员咨询 好 我们等一下在李立芬委员咨询 结束后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不好 主席又请部长 好 请杨部长 看你的这个 今天的报告 我们第十次的全国科技会议 是在今年的年底要召开 对不对 那科技会议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未来我们四年科学跟技术发展的愿景跟蓝图 规划出来 所以看来你把五大新星产业把它融入在里面 好 作为未来四年的这个科技的发展 事实上这五大新星产业 现在在其他国家来讲 都不算新的 都是已经在进行的 你不管是讲人工智慧也好 细鼓来讲 我们是人家的细鼓 老早几十年前就有细鼓了 对不对 那科技部主要的政策是什么 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其实看起来五大新产业很大 但是也有我们这个优势的地方 我们就刚才讲 选择聚焦跟优势更放大 这是我们要做的 我是想请教一下部长 市长你靠后面一点 你不要提起部长 你因为你身为部长 我等一下问的问题 你一定要知道 而且你是必须要知道 科技部组织法第二条第一项 第一款是什么 我们科技部当然它的目标 那个任务就是当然是发展科学 我们的国家的 第一项就是 第一项的第一款 就是归下 规划国家科技发展政策 国家科技发展政策 是未来四年还是未来十年 好 第五款 产业前瞻技术研发政策 所以基本上 当时立法院成立大科技部 主要的就是针对国家未来科技政策 科技部要去考量 去走前瞻性的产业的前瞻的技术研究 所以科技部做的事情是领导政策 有前瞻性的政策 而不是 而不是 现在总统说五大新型产业 你就把他当做你的最大的政策 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 科技会议是未来四年而已 可是前瞻产业 起码在十年以前就要规划 你要培育这些前瞻产业的人才 你去讲今天的智慧型手机 数位影像的传输 在国外来讲 十几年前就在培育这种人才了 然后踏入社会 刚好银河配合产业的发展 这才是科技部要做的事 而不是说总统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应该走到总统的前面 其实我们 让总统知道我们未来科技的发展是在哪里 然后总统依照你的政策 来宣布他未来的发展政策 所以你应该走到总统的还走到前面 而不是跟随总统的脚步去走 我希望部长 把科技部做了 当时立法院通过的大科技部 而不是科技汇报下面的一个科技部 事实上这个问题 我从科技部成立到现在 每年讲每一个会期都在讲 今天并不是针对你上任我才讲 从国科会的时候 李卓全主委 朱金一部长 一直讲到现在 没有断过 这就是我们当时立法院对科技部的期望 可是我今天看到科技部的报告 还是走到后面 没有走到前面 还是把自己矮化 还是甘心趋就于科技汇报的下面 这就让我们很失望 部长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那个我们其实 我前面也写说 我们需要稳定基础研究经会 那个基础研究经会 就是做一些比较前瞻 或者说比较探索性的研究 当然这些假如说探索性 或前瞻研究 有做到比较有成果 或者说有创新的成果 那个时候新的产业也可以根据这个地方 会发展优势发展出来 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做 你请问一下你准备要怎么做 过去每年科技部的研究计划 300多亿 将近400亿 这些研究报告里面 基础研究有占百分比多少 这个又 我应该讲这个任务导向型 大概只有30% 对啊 那其他的是应用 应用研究 30%嘛 基础研究70%嘛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讲了 部长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有没有像国科会或者是科技部 申请过研究计划 有 那你研究出来的成果以后 有没有实际再运用出来 我也是做非常基础的了 对 有没有应用出来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还没有 对啊 这就是问题在这里 我之前 前几个部长我也咨询过 我们每年花了这么多的研究费用 研究出来的成果在哪里 孩子只是说 作为一个论文的评价 然后出来以后 科技部的评价也是 SSCA SCA 多少篇多少篇 学校的教授 评价也都是多少篇 然后教授的升等 也都是多少篇 可是这些除了篇数之外 有多少才在运用 有多少论文写出来以后 就摆在仓库里面 数字高格 当年实案的问题 之前就有一本报告摆在那边 没有人去管它 没有人去看它 没有人去理它 两年以后 那个报告上面写的东西发生了 这就是目前科技部的问题 所以有部长 我今天提出来这个问题 我就是希望部长 我们每年花了三百多亿的钱 去做研究 这些研究的成果 是一个很大的成果 是一个很好的成果 我也相信每一位教授研究者 都很用心地去努力在研究 可是研究出来的 没有人理它呀 哪个单位去看科技部 这些研究报告去感兴趣 所以就是我们为了加强产学合作 让学界知道它的研究成果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视 就是要让研发成果 它的归属跟运用办法 可以更有诱因 让教授 刚才也有讲了 让教授真的 他有研究好的成果 他有诱因 基本上他就是要有报酬 这样他就容易 他自己就可以 利用管道给他推广了 那当然要是业界有更好的对话 他也知道 所以要修改基本教育 那个基本科学基本法 是不是 就是希望有诱因 现在的科学基本法 是太紧了还是要太松了 将来是要更紧还是要更松 我是觉得更明确点 希望这个研发成果 研发成果 更通畅出来的话 有诱因 研发成果出来以后 是到谁那边 到产业 到产业 到产业那边去 到研发的人手上去 还是到政府手上去 研发成果 研发成果 研发成果当然是到产业 那希望研究的成果的报酬 有些是到政府 有些 刚才我讲的 其实政府是20% 那研究机关是80% 我给你看一个资料 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 还很松 还要宽的话 我就不知道 要宽到哪里去了 我们100年 投入的科技经费 369亿 研发的成果 2亿3000万 进入到科发基金 角落到政府 科发基金里面 只有5200万 这到底是松还是紧 369亿的东西 回到科发基金的 只有5200万 这还不够宽吗 102年 370亿的研究经费 回到政府 交到科发基金的 只有6200万 103年 354亿 回到政府的基金里面 只有5900万 这个数字 可以说 几乎我们科发基金 投入的钱 全部都没有回到政府手上 三百六十几亿 只有5000万 回到政府手上 我们还在放宽 放到什么程度 一毛都不要 一毛都不要 也不过才5000多万呢 我想国家 这个数字 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数字 我也看过 你看过了 那我们还怎么放宽 科技基本法 还怎么修 那是不是 你研究出来的成果 除了科发基金 三百多亿之外 我另外政府 再拿三百多亿给你们 不是 我是想说 就是好像 学校的研发成果 就没有弄出来 没有把它推广出来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问题 到底在哪里 到底是 我们就是我刚刚讲的 研究出来的东西 通通摆在 格罗里头去了 通通摆在仓库里面 就没有人去管 还是说 研究出来的成果 通通到了私人口袋里面去了 研究计划 人口袋里面去了 到了厂商口袋里面去了 到底是哪一种 基本上是没有研发成果 没有推广出来 这是我在学校里面 看到的情形 那怎么样子 能够让研发成果 能够有成果 就是刚才 那如果照你刚刚这样讲 针对少子化 高龄化 产业变迁 那个气候变迁 产业成 你这样做研究出来 如果这个东西不改的话 还是一样 没有任何结果 对 就是刚才 那个以前 报告一大堆 通通摆到仓库里面去 就是像刚才委员讲的 就是我们 那这样子的话 以发表论文为主 写报告为主 没有去推广 或是申请专利 或是技术移转 这个是科技基本法的问题吗 就是 这是科技基本法的问题吗 不 这个当然 对不对 是那个计转的20%回归 计转的20%回归国家 那80%是发明人跟那个执行机关 所以部长 这个是根本的问题 不是科技基本法修法的问题 是从你核定他的研究计划开始 就有这种问题 绝对是 否则为什么大家有那么多的研究计划 包括国家型计划 那你刚刚讲到少子化 高龄社会产业气候变迁 可是你知道 现在全台湾人民最关心的是哪一个问题 不是这几个问题你知道吗 食品安全的问题 占了百分之八十几 可是我就没有看到你 针对食品安全有过任何的计划 提到 甚至我们国家型计划里面 是不是可以把食品安全摆到国家型计划里面 让大家吃得安心 对不对 所以部长 我觉得 病安全是有推一个主题计划吧 对吧 我看不到 你的事实报告上面我看不到嘛 所以部长 你刚上任一个多礼拜 我们也不能苛求你太多 可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都是重点 科技部未来发展的重点 第一个 你是领先引导政策 不是跟着政策走 第二个 你每天投入的科发基金 你要怎么去运用到 好 让研究报告出来的成果 真正能够运用在改善 就像你写报告上面写的一样 社会经济民生上的问题 对产业来讲 我们未来的产业的趋势 前瞻性的趋势是什么 我们的研究计划 是不是可以培养未来的人才 来让我们的国家的产业 跟得上未来的时代 这个部分请您就顺便给我资料 好 谢谢 好 谢谢蒋委员 谢谢部长 接下来请李立芬委员咨询 主席麻烦请部长 好 请杨部长 李立芬委好 部长好 首先要谢谢部长 这次的业务报告写得非常地用心 将我国家的科技蓝图 描绘得非常地清楚 也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 你的一个施政的一个方向 非常谢谢你 好 那只是说在整个报告当中 我比较没有看到就是说 您对于性别与科技政策的一个琢磨 所以在这边可能要先请教部长 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科技部这边有 科技部推动性别主流化执行计划吗 你知道有这个计划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吗 好那你知道这个计划的目标内容吗 有有有有有有吗 好那你知道这个计划的目标内容吗 那其实我有拜读了我们科技部在104年度 推动性别主流化的成果报告 其实资料蛮多的有11页 然后内容非常丰富 只是我看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性别主流化并不是就是划定一个 就是我跟女人相关的一个范畴就是落实性别主流化 最重要的应该是要融入到我们科技部的一个政策的实践 那如果我们主管我国科技研究的最高机构 如果不懂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相关研究因为忽略性别的差异 出现性别歧视的错误政策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科技部的性别主流化执行计划中 有一个目标是提到就是要强化科技领域之性别议题相关研究 那我认为说研究中有以性别为主题的其实不够 最重要的是要将原有的研究当中 特别是生技医药的计划要纳入性别面向的一个分析 那不知道部长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主张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抱歉我对这个真的是差很多 那我回去学习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说我们可以怎么做 所以我今天有准备了一些新闻跟实力 好所以我们要请部长先来看第一则新闻 就是这个是提到说医学研究因为性别失衡 所以药物实验通常都用雄性的老鼠去做 所以这个部分产生一个效果是 女性比男性更易对药物产生副作用 可是因为它每次都用雄性的动物去做研究 所以都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个部分对女性的一个影响 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新闻就是那个关于那个利普陀的一个使用 就是这个的这个用药在美国女性服用利普陀 那这个药其实也是我们台湾前十大心血管健保的用药 那结果就发现说这个药导致女性导致糖尿病的机会是大于男性的 而且这个药用在女性身上的效果其实是不如男性的 好所以从这样一个案例来看 部长你绝不觉得我们科技部 特别是在医药生技研究发展计划 应该要纳入性别的变因做性别的分析呢 我当然 因为我们那个女性能口也占了一半嘛 那假如说要有成效当然要这个各方面 这个这个性别的问题一定要有这个数据嘛 我相信 好所以在这边再跟部长来继续说明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国际的趋势是这样子的 在1990年的晚期 其实当时研究者可能是担心女性有怀孕的可能性 然后认为说把女性纳入药物的实验当中 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 所以通常实验的用药都是以男性为实验的一个对象 然后在动物实验也都是用这样子 也是以雄性的动物为主 但是我们看到近年来那个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已经指出了一个以男性为主的药物研究 可是却将其结果套用在女性的身上 在科学上其实是不适当的 所以因此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还有他们的国会 为了要修正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要求所有的人体实验 都要纳入男性跟女性了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内 有没有在这样子做 在国内这个部分 我这边有看到 引用了那个 长期在倡议女性健康的团体 台湾女人连线 他们做了一个 医学领域性别主流化的一个检视报告 那他检视了2012年到2014年 我们卫福部 国卫院 科技部还有中研院落实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这个表 就发现说 其实卫福部在2014年 已经有显著的一个改变 他们的研究里面 85%都有做性别分析 可是国卫院跟中研院 因为他们的研究计划里面 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他们表现都很不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国卫院 甚至是有到7成到5成左右 7到5成 其实都是没有在做性别分析的 那中研院更低 大概百分之37.5 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你知道我们科技部的情形是怎样吗 以前听说是真的比较不重视 两性的这个校研究 那现在我相信会 应该是越来越多吧 卫福部也 听说卫福部也重视到这个 所以以后我们研究计划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提醒 假如有这个试验 是不是可以 男性女性都可以 都可以有 同样的数据 让女性健康得到更多的保障 谢谢部长 就是有这么正面的一个回应 可是我还是想让部长看一下 那时候的一个情形 就是我们当时的回答是说 近三年以人为对象的健康研究 都还在研究当中 没有结案 所以不知道 有没有进行性别分析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刚才部长提到说 未来会很重视 可是只是在这个 是不是我们先请部长 你们先回去盘整一下 去清查一下说 那到底 有没有之后 因为我看到你们在 那个17页这个部分 这个的民间团团的报告 是103年 那我们17页里面的104年 其实有补助的134件 在那个生物医药 国家型的科技计划里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通盘的了解 就是说 那目前有哪些 其实是跟这个人体 就是健康比较 人体健康比较有关系的一个 关系的研究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他们 应该要来做这样一个 性别的一个分析 可以可以 谢谢 谢谢 好 那其实同样的 其实在这个的部分 也是我们 因为我们也看到说 在这个的报告里面 有提到说 我们生技医药 国家型科技计划 其实要在105年的12月 要退场 对不对 那新的计划会是怎样 106年的转型的计划 会是怎么样子来进行 我想因为国家型计划 以前也有很多建议了 它推厂以后一定会把那个 又当作生物科技经济方面 尤其应用方面会留下来 那基础研究回到原来的各部会 各机关去做基础研究 那它的研发成果会进入后面 跟生技产业比较相关的 那个地方规划 所以在这边也要提醒部长 就是说 接下来转型计划 如果也有这个相关的 是不是应该就要赶快 就是把这个性别的分析 就应该纳入相关的一个规定当中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发现你们的那个业务 真的很多都跟性别有关系 包括高龄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科技研究 其实里面有提到像 退化性关节炎 癌症 营养食品 生活福祉等等的 其实也都是跟性别有关系 所以在这边 我可能要请部长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检视一下 我们科技部的业务当中 其实只要跟性别 跟人体健康有关系的计划 其实都应该要纳入性别的分析 然后再就是 也请就是把相关的资料 能够提供给我这边 还是说 也可以跟我们本委员会进行 提供相关的一个书面报告 是不是可以麻烦部长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李委员 好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谢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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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上来 不过来 余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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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赛 我 不过去 余安如 不过来 余安如 不过来 余安如 不过来 余安如 你先回来 余安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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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